像這樣的飲水台 因為經常共用 恐怕會成為防疫漏洞 台北自來水處宣布全面停用 以後沒帶水壺 恐怕沒有飲水台可用 因為從20號開始 雙北的飲水台 包含捷運站的在內 一共643座暫停使用 我覺得這樣做蠻好的 因為其實那個 本來就不是很衛生 因為他口張開水會遞到那邊 然後應該沒有人是要躲 加到飲水台 因為那個是共用的東西 很多人會去按壓嘛 嘴巴去碰去碰那個 那個出水口的地方 那整個機台 就比較容易受到污染 研究也證實 新冠病毒在鋼鐵上 還是可以存活72小時 所以除了飲水台 使用一般公用飲水機 也要注意 你先用熱水 熱水裝一裝以後 用熱水去把那個 就是所謂按到的地方 人家碰到的地方 先把它焦一焦淋一淋 用熱水也可以殺死這種 那冠狀病毒 疫情緊繃 進出公共場合都要注意 現在飲水台禁用 使用公共飲水機 再注意防疫細節 喝水提升免疫力是好習慣 還是不用過度擔心 記者黃一帆 我好此採訪報導 抖動 先是